男嘉宾小郑 24岁 来自广东职员 有请小郑 女嘉宾小李 24岁 来自河北职员 有请小李 有请 欢迎两位 谈恋爱多久 我们是大学 在一个地方上的学 在之前她都是 来我家这边找了一份工作 当时我就想 我们两个已经 从上大学的时候 就已经好了 很长时间的了 然后她能来我家这边 从广东到河北 这么远的距离 为了我能过来 我觉得那我俩这事 也就能成了呗 可是没想到 从今年过年回家之后 就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 她都从她家那边 找了一份工作了 我当时我都不知道 她是咋想的 那你们毕业了吗 毕业了 毕业之后 她先是在你老家 找了份工作 对 河北石家庄还是呢 唐山 唐山 春节回家之后又 回广东 广东哪儿啊 广东广州 在广州你又找了一份工作 但事情我想补充一下嘛 要补充要补充 然后我们是去年毕业的嘛 那时候我们有三个想法 第一就是继续考研升学 第二就是去她家唐山 找一份工作 然后第三我们就想着 能不能在广东广州留下来 然后那时候我就决定嘛 就想去大家试一下 也没说一定得去唐山定居的 哦 去她家之后 我也在那边找了份工作嘛 就感觉 那个工作也不是太好 然后一个月工资才1500嘛 根本不够基本开销嘛 然后那时候她就和叔叔提议了 就是让我能不能先住进她家 我就感觉特别不好意思的嘛 然后和我的计划也有点出入嘛 今年情况也比较特殊嘛 半价特别长 我感觉之前工资也不太好嘛 然后我就准备就先回去了嘛 家里那边也给我安排了份工作 我就先去了嘛 那工作还挺好的 我就留在广州了 那你下一步怎么打算 是你留在广州 她继续在唐山工作 还是邀她去广州工作呢 嗯 其实我之前也和她联系过 通过电话的 就是希望她也能来广州发展嘛 但是有很多问题要考虑 一开始她来我家这边的时候 可能城市等级不一样 工资就少 然后我觉得住我家也没有什么的 因为刚毕业 可能社会经验少 刚入社会 手里积蓄也没有那么多 我爸爸他们也是觉得 大老远的来这边 自己一个人 也挺不容易的 那就能帮忙的就帮一帮呗 也无所谓这些问题 他就觉得这件事 特别面子上过不去 你是觉得这回广州 是因为面子上过不去 而觉得可能从发展前景来说 广州相对于唐山会好一些 还是两种都有 都有吧 因为我之前是住叔叔阿姨家嘛 就我真的感觉特别不好意思嘛 那时候我工资也低嘛 懂啊 我有时候还得向家里那边拿钱 就特别不好意思嘛 然后还得去她家吃住的 就感觉有两边啃老的感觉呢 可是我就想能帮忙就帮忙 也没多想那么多 后来当时也正好赶上过年 他就回家了嘛 回家之后我就觉得那怎么样 过完年之后应该也就能回来了吧 可是他有一天他给我打电话 他特别高兴听那语气 他跟我说 我从这边我找了一个工作 我说 那我都以为你要回来了 你跟我打电话说 你在那边找了工作 这么大的事 从头到尾都没跟我说过 那时候我确实挺开心嘛 就给他打电话嘛 而且机会的话 你得赶紧抓住吧 也不是每时每刻都有的嘛 而且那时候我也和他商量过 让他能来广州来 我也给他留意这边的工作嘛 那你说这么大的决定 这么大的事 你连题都没跟我提过 你把我放在你考虑的 未来里面了吗 的确我上学的时候 就可能没什么组建 也不拘小间嘛 然后小事都没什么决定 但是我感觉去广州发展 这基本是挺好的嘛 然后我也和你商量过吧 应该 是 是挺好 我也不能阻拦你以后 未来发展前途 不不不 等一下 他那个问题最核心的 你回答了第一问题 说去广州 其实我们俩也商量过 对吧 人家姑娘还有第二问呢 在你未来的规划里有她吗 我有啊 我都有给她留意这边工作 你看 人家有啊 之前她爸也说 她叔叔也说过 就是让我准备准备 也可以把闺女交给我嘛 那我爸说这话 前提是啥时候啊 是不是给你那个 发脚送行的时候 完了以后 都快准备喝完回家的时候 那九话你觉得能信几分呀 不不不不不 哎哎哎哎哎 你不太这样的啊 就是 自己爹的 自己爹的话 你怎么还九 那好行 就算你爸不愿意把你 交到他手里是个九话 你愿意把你自己 托付给他吗 丫头 我当然是想 那如果说去了广州之后 那我爸妈这边就只有我一个孩子 就要考虑的事情有很多 不光是说 哎 我想去 我想有更好的发展 就不顾了我家长的以后生活了呀 那他们那么大岁数了 那以后要是万一有什么事 需要我帮他们办的话 他们连个人都找不着 嗯 你有替我想过这个事吗 这我们之前不商量过吗 要是我们在广州安定下来的话 就可以先买房子嘛 然后真的可以的话 就可以把家里人接过来嘛 嗯 你说这种事就太理想化了 根本不是现实能实现的呀 你把家里人接过去 那到时候咱俩 也不知道几年才能 混出个头了 混出点成绩